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系列视频 我是猪江老师,Blue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 Http,UR,Connection和HttpClient 来访问我们的网络资源 而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 将会为我们的访问网络资源 添加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OKHttp OKHttp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支持SPTY协议的 高效Http库 我们之前所了解的 HttpURConnection和HttpClient 虽然说这两者都支持Http 留着上传和下载 配置超时 IPv6和连接池等等 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的 各种Http请求的需求 但是呢 更高效的使用Http 能够使我们的应用运行更快 更节省流量 而我们的OKHttp 就是为此而生的 它能够使我们的应用程序 跑得更快 用的流量更少 其实在业内的话 针对OKHttp是有一个说法的 就是我们的非常出名的Facebook公司 大家都知道吧 Facebook在全球推广它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有一部分工程师到非洲 去了解他们的用户体验 他们就发现在非洲当地 网络非常不好 连三级都没有办法普遍 二级都很少的时候 还有每个月用户的流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Facebook这种应用的用户体验会非常差 出现了各种异常和问题 所以说他们最终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Http 库替换成的OKHttp 所以说针对Facebook这么了不起的公司 他们都会选择OKHttp 所以说 作为我们普通者来说 普通的开发者来说 我们更有必要好好来学习 并且掌握我们的OKHttp OKHttp它是一个高效的Htt库 它是支持SPTY 共享同一个socket 来处理同一个服务器的所有请求 如果SPTY不可用 则可以通过连接池来减少我们的请求延时 无缝的支持我们的GZIP 来减少数据流量 缓存响应数据来减少重复的网络请求 会从很多常用的连接问题当中自动恢复 如果你的服务器配置了多个IP例子 当第一个IP连接失败以后 我们的OKHttp会自动尝试下一个IP 同时我们的OKHttp还处理了代理服务器的问题 和SSL握手失败等的问题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的OKHttp它针对弱网络 插网络以及在网络请求当中的各种异常 它在这方面处理的更加优秀 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同时使用我们的OKHttp 无需重写程序当中的网络代码 是基本上而言的改动会非常小 因为我们的OKHttp实现了几乎和 HUR Connection一样的API 而你如果使用的是HUR Client 那么我们的OKHttp也提供了一个对应的 OKHttp upper期的模块 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把你的应用程序现用的网络 框架替换成我们的OKHttp的话 基本上不用改变你的任何代码 同时我们的OKHttp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在我们的安卓4.4的原版当中 已经可以看见 HTT UR Connection已经被替换成OKHttp了 我们的谷歌公司也选择了使用OKHttp 作为我们的默认实现 所以说我们更有理由去相信我们的OKHttp的强大 好的 下面这里是一个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官网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就是一个全英文的官网 它写了一些overview以及我们的example 以及如何获取我们最新的架包 直接跳转直击的后 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将会是通过我们的安卓程序 来实现一些最简单的OKHttp的get请求和post请求 这里的话今天的工程我已经建好了 我们的OKHttpdemo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需要先配置一下我们的OKHttp的引用 因为我们这里采用的是Android Studio 所以说我们的配置非常简单 直接在我们的guard文件当中 我们的dependence 我们的依赖能添加这样一句依赖即可 也就是我们的OKHttp最新的3.2.0 重新编译一下 也就是使我们的工程依赖了我们的OKHttp 也就可以调用我们相应的API了 然后我们整个ManActivity采用的是我们之前的我们Http 相应的相应的一些代码 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做我们相应的get 请求 一个按钮做我们相应的post请求 我们请求的地址依然是这个地址 请求的方法是getMemberBySix 也就是请求我们的girls数据 然后请求我们的boys数据 好的 关键代码在我们下面 两个按钮的响应事件 我们开始写吧 先写我们的get请求 老规矩 先把我们的get把它初始化 这里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查询我们的女孩 do get把它create出来 然后这里的参数的话 我们跟上一个s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OKHttp 如何来实现一个get请求呢 还是先封装一下 我们的get请求的地址 因为我们的get请求 是在我们的url上面 做了一个拼接 是这种类型的 我们的geturl 这部分代码 其实跟之前的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是在这里就快速过了 加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引号问号 6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传递进来的参数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get请求的ur地址的拼接 然后接下来就准备写代码了 这是一个网络请求 应该怎么样 放到一部线程当中 new start起来 好的 我们的OKHttp开始准备书写了 依然是先请求生成一个什么呢 生成一个我们的request请求呀 request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request这里直接调我们的okhtp当中的request 形成一个小的对象 然后我们的request如何来构造它呢 这里的话其实它会 其实它提供的API是request builder 通过的是build的形式来构造 然后我们传递哪些参数呢 第一个url地址 也是我们这里刚才拼接完成的地址 有了地址以后 直接把它build出来 就把它构造完了 那构造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发送这个请求了 在我们的okhtp当中 我们的请求有两种 一种是同步请求 一种是异步请求 同步请求的话 就是会把你的响意马上就返回回来 异步请求是通过回调的形式 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get请求 就直接给大家实验一下 我们的同步请求 同步请求的话 这里我们直接声明一个response 用来装结果 我们的response 它就等于我们的okhtpclient 就是我们的okhtp客户端 准备来发送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的okhtpclient 是没有声明的 在这里做一个声明 就是我们okhttp的client 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做一个初始化 在前面oncreate当中 把它初始化 它的初始化非常简单 直接溜出来就行了 就有了这样一个okhtp的client 这样一个客户端 好的 我们就马上运用okhtpclient的客户端 来溜一个call 有一个新的请求 把request 刚才冲进的request传进去 有了request以后 直接execute execute 直接发送它 并且会返回一个response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发送请求 有一个相应的异常 做一个抛出 好的 有了请求以后 一般来说 我们就做一个分支了 如果请求成功的 对吧 response点 我们什么呢 response 我们最常见的 response点 is successful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会打印什么呢 把我们的请求结果给打印出来啊 test 我们的response 点 body 请注意 它这里取的是body 然后body 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string 把我们的body 转换为string 并且把它打印出来 如果我们的请求失败的话 else 那我应该是我们的老规矩 log 点 debug test 这里就是我们的test 然后打印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fale fale 这就是请求成功和请求失败 并且这里是一个同步请求 好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get请求的全部代码 我们在这里依然把我们的post请求也写上 等一下一起看效果 do post又应该怎样来书写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话 我们这里传boy 把boy传进去 然后 go 找这样的一个do post的方法 post的方法的话 直接依然是一个逆步现成 没什么好说的 留让able 并且把它跑起来 best到 然后post的方法 它不post的请求 它不再是使用的是拼接url的形式 它通过的是构造请求参数 那么我们的okhpb如何来构造请求参数呢 它是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叫做form body 就是我们表单的body 它如何来创建它呢 依然是form building的builder builder的形式点有个什么呢 add 这里的add传的就是我们的件和我们的值 我们这里的件和值非常简单 第一个参数叫做six 我们哪一个six呢 直接是我们传递进来的值 然后有了它以后 直接怎么样builder 就把我们的一个form building给创建起来了 然后把它转行为final的形式 好了 这里我们的构造的请求参数form body已经有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开始准备构造我们的完整的请求了 request 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一个request点我们的request什么呢 依然request builder builder怎么来build它呢 直接先传一个请求参数请求的地址 这只请求地址就是我们刚才的原地址加方法名 没什么好说的 请求地址有了以后 这里要把我们的请求参数就是我们的form body传进去 有这样一个post的方法form body 然后请求地址有了 请求参数有了 那么我们的请求就完整的把它build出来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完整请求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准备发送请求 这里的发送请求 我们采用跟刚才get不同的 采用的是什么呢 义步请求 就是我们的okhgclient.newcall 然后把request传进去 这里我们就不再调用的execute了 execute是一个同步请求 我马上返回一个response 我们这里调用的是一个新的方法 它接收的是callback 这样的一个回调接口 直接写一个立名的newcallback 然后这里就有两个回调方法 unfail和unresponse 把规矩把打印出来吧 请求失败的时候test 然后这里就是fail 请求成功的话 我们这里就直接是打印我们的请求结果 test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跟刚才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response .body.stream 这样就把我们的请求结果打印出来了 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我们的运行效果 大家一定要注意 okhg是提供了同步响应和异步响应的 我们的get请求采用的是同步响应 我们的post请求 这里采用的是一个异步响应 通过是回调的形式把它调出来的 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把我们的日志窗口打开 做好相应的准备 打开我们的模拟器 这里有两个按钮 一个get请求 和一个post请求 点击get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打印的 我们请求的是 get member by 6 等于girl 他得到了一个lisa 当我们点击post的话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get member by 6 等于boy 就得到了Tom Sam andboy 这三个人 这也就是通过我们的okhg 实现了我们的get请求和post请求 并且这两者 一个是异步的 一个是同步的 在这里的话 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个okhg的基本应用 如果大家想要去深入了解它相应的文件上传 等等比较复杂的操作的话 在这里的话 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个博客 这就是我们的张红阳老师的okhg的完全解析的一个博客 然后通过这个博客的话 大家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它 我把这样的一个地址会发送 会存储在我们的思维导图里面 这里我会给大家补上 这就是我们让大家去学习的一个 叫做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地址 学习的一个博客 大家可以通过访问这个地址 来深入的去学习一下这个我们的okhg 好的 这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